嘴唇是女人的另一张脸 唇妆的好坏决定着整体妆容的成败 如何用一支口红画出万种风情 本期彩妆基础般唇妆技巧 让你微微一笑很清诚 大家还要了解一下我们的唇妆对吗 提到唇妆那我也一直在强调 唇妆是最能显现出女人 这个性感的部位 唇部的颜色就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那来看一下唇部的打底 透明润唇膏里面还有这种维他命E的成分 能有淡化唇纹 而且它有保湿润着你的双唇 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唇膏的颜色相结合在一起 很容易贴合 那么常见的唇部彩妆有什么呢 第一就是唇线笔 第二就是唇膏 第三就是唇彩 那现在市面上有唇釉对吧 其实唇釉和唇采有点类似了 如果你很好的能把产品了解的清晰 你想打造出可能哑光的 这个雾面的 然后唇釉的效果都是可以随循所欲的搭配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唇线笔 唇线笔它能这个矫正唇形 防止唇膏外溢 再有找一下和你唇膏颜色相接近的 雅兹裸粉色的唇线笔就能搭配所有的唇膏颜色 那再来看一下唇形都包括什么 比较丰满一点的 比较这个宽唇 比较窄一点的 可能上下唇还不一样大的 这个都是要用唇线笔来进行矫正了 再通过唇膏的遮盖 你的唇形就近似于标准唇形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质地 那质地有这个雾面的 就是说像我们的雅兹雾面的唇膏 有五种颜色 那雅兹的规律唇膏就是水光的 它营造出那种水润的效果 你在化裸妆的时候 或者是在晚宴的时候 都可以这个使用 那唇彩就比较亮一点 利用唇彩来提亮你唇部的中央 让有一种立体的效果 那再加最后就是唇釉了 唇釉就是我刚才也提到 是介于唇膏唇彩的 这个之间的一种这种融合 所以说唇釉也现在是当今 比较也常用的产品 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来选择 有一些特定的场合 您可以选择红色调的 中国红 我相信在市场上销售第一的 一定是中国红的红色 那在这几年受这个梯台的 众多一线的明星的影响 中国红已经风靡了所有品牌的唇膏 那雅兹的中国红的颜色唇正 质地呢也非常的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画唇的步骤 画唇的步骤很简单 我们要找到唇的位置吧 首先你要找到唇峰 在整个两唇的中间 两个嘴角 然后再找下唇的这个唇底的地方 两边 你先把唇峰 包括唇角的位置都定好 然后进行点点的形式 就是你要把这定一个虚线 这是对于那些初学不会化妆的人 可以用这种方式尝试 如果你已经很熟练了 你就完全可以用唇刷 站至唇膏 直接在唇部按唇形去 这个描画就可以了 在画唇装之前呢 一定要用透明的润唇膏 来润一下唇部 用一次性的棉签 或者是一次性的唇刷都可以 因为我们的唇膏以后 还可以要做其他的人示范 不要直接使用 而且透明润唇膏 它具有很好淡化唇纹的功效 然后让你的唇部呢 非常的润泽 但是呢 它的唇部过于丰满 很逊感 但是呢 我们就画一个这种咬唇妆的效果 从中间位置画到两边的颜色 是比较适合的 但是呢 如果说你的唇风 你觉得有点近 然后你可以通过唇线的方式 调整一下 像我们的唇线笔 有这个酒红色 还有裸粉色 其实裸粉色 任何的唇膏都可以搭配 然后用这个唇线笔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要和唇部的 这个唇膏啊 颜色要扔开 效果会更好 如果说在特殊的场合 你完全可以用唇线笔 画唇 它让你的这个唇色更加的持久 然后呢 我们简单的来调整一下 它的唇风 那其实唇风比较偏尖的人 无论是大了小了 你都可以通过唇线笔来进行调整 那像唇风镜 我们就可以稍稍给它调整一下 它唇风的位置 然后向外勾画一下 变一个形状 通过唇线笔能矫正它的唇风 这就是唇线笔达到的效果 那唇线笔什么时候场合使用呢 就是你精着妆容的时候 然后晚艳妆的时候 需要你唇角向阳的时候 用唇线笔勾得轮廓 没有办法用唇膏达到的这种效果 在很多特殊场合当中 还要用一下唇线笔 那我们为了配合今天的妆感 我眼妆已经很突出了 给它画一个咬唇妆的效果 再画咬唇妆它是有技巧的 用粉底来把它的整个唇部的底色 全部要遮挡一下 画一个裸妆 用透明润唇膏 就完全可以打造一个裸妆的效果 代替唇彩的效果 然后再用我们的这种粉扑 来压一下 吸收一下 怕油的话就会往外溢 好 现在用 雾面的唇膏 来画咬唇妆的效果 那咬唇妆的特点呢 就是可以画在 它整个的唇中间的地方 然后逐渐的向外扩开 这个地方也是 再选一个 这个换纱红的颜色 两个颜色的调和 就让它的唇部看起来协调 好 这个地方稍稍深一点 所以说在用唇膏的时候呢 不是一只唇膏就可以的 现在很多人 这个包里面都有几只唇膏以上 它会根据场合呀 根据服装呀 根据特定的需求 来画不同的颜色 然后也会根据 它的这个今天的心情 今天就想要一个成熟的气质 那就可以画一些啊 比如说中国红啊 还有玫瑰棕的一些颜色 都比较适合 最后一步的唇妆完成了 我们整体的妆容就打扎完了 通过底妆 面部底妆的修整 那眉妆 然后眼妆 以及腮红加唇部的修饰 那通过了以上学习了 我们各个部位的修饰 我相信大家 未来成为这个化妆的达人 已经非常的近了 来帮助我们身边的女性 半量她自己美丽的同时 也能助力你自己的市场 实现你美丽的愿望 帮助更多的女性 成功的去展业 也成为一种销售的利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